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南加州分会 2月2号举行了会长交接晚宴纪念会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朱文祥担任尖交 由黄美月将印信交给江瑞盈 当天晚会嘉宾云集 气氛热烈 诗华妇女名誉总会长黎淑英 副总会长郭秀梅 加州参议员周本利张玲令 喜瑞都市长胡张燕燕 盛盖博士与员廖清禾 以及社会精英都参加了这场盛会 新任会长江瑞盈表示 会吸取历届会长的宝贵经验 全力以赴办好会晤 她将与世华姐妹们肩并肩 促进会晤的兴隆 共创美好 凡是女性乐能够发挥的场域 那个国家 那个文明 是接近更高的层次 非常高兴世华在过去二十几年来 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在整个中华历史里面 其实你们是最幸运的一群 这个五千年的虽然中华文化悠悠历史 但事实上女性 今天的女性在加州的女性 在美国的女性 我们华人女性 包括台湾的女性 你们才是真正的撑起半边天 世华妇女机关协会 由各领域出类拔萃的妇女朋友们组成 目前在全球三大洋五大洲各国 共有65个分会 世华南加州分会已经成立长达28年 凝聚了当地的华商妇女精英 投身公益 积极配合政府推动侨务活动 包括讲座 金冠奖选拔 以及企业创业成功分享论坛 热情的服务 以及多样的活动 深得侨劫欢迎 在未来 协会还将举办更多 汇集侨民的活动 造福社会 终点频道采访报道